對於被某些團體指反對現今分享 公聯副會長關翠肯回應說 不會屈服任何攻擊和誹謗 並且會履行作為議員的職責 繼續對社會問題發聲 有團體去年9月和今年6月罰起簽名活動 指公聯反對現今分享和說我們是摩克公 公聯副會長關翠肯回應說 有關行為是惡意攻擊和誹謗 作為議員 他說會履行職責對政府施政和社會問題繼續發聲 致歧視非其非的工作方向 我們不會屈服任何的壓力 也不會屈服任何的攻擊誹謗 而對於下年會不會繼續參選 關翠肯說本來已經有決定 但是因為最近形勢影響 需要時間重新思考 而同樣是議員的公聯副理事長 李松正就說參選是集體決定 需要聽採多方面的意見 民生權益促進會是其中一個發起簽名的團體 會長歐陽應光回應說 只是將事實告訴市民聽 沒有磨滅公聯 我們電視台記者陳立民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